是過去的 什麼事你要放下來的 接著他又提醒他 這就來到另外一個狀況 我們遇到在關係的過程中 我們陪伴的過程中 其實是要帶出來一個規則 生活中的規則 為什麼 保羅就用著很有趣的比喻 運動員在比賽的時候 不按規則就不能得冠冕 這翻譯有趣對不對 我上次看到一個Youtube很好玩 他就說如果我們不按規則比賽會怎麼玩 他就看兩個人摔跤 然後摔跤明明就是要把他全面折壓 結果這個對手一上來 結果他就躺在那裡 讓另外一個人壓他 那這就不叫摔跤了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沒有想過籃球 五個人隊 五對五對不對 然後打半場 那我記得以前這個很好玩的 這是軍發的故事 軍發一看說怎麼五個人 跟五個人再搶一個球 給他們一個人都一個球 結果一下丟下去十個球 每個人都一個球對不對 那大家都有球嗎 幹嘛搶球嗎 又不是缺球 就十個人在那邊 每個人都打自己的球 那怎麼得分啊 誰計分算 所以像這種 玩這種比賽沒有規則 那你最後怎麼樣能夠得到冠軍的冠冕 所以在我們的生活的裡面 你陪伴自己生命的成長 你有沒有認識到神給你的生活的規則 因為你按照規則走生命的生活的過程 你至終會有得勝的冠冕 意思是有獎賞 就最淺白的說法 如果你飲食有節度 每天有合適的運動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規則 那你這個規則下來以後 誰得獎賞 當然是你自己啦 你得什麼獎賞 你感覺精神很不錯 你感覺身體的狀況 體能狀況都不錯 這是你的獎賞 還有什麼獎賞 當你去跟別人一起在一起的時候 你帶著是一個生命的規則 你可以幫助別人得勝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一對一單挑的 或者二對二 這叫Street Basketball 有沒有看到兩個對兩個 哇 下次上YouTube去看一看 它兩個很有默契 一個傳給另外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跳板 就可以投進去得分 這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學會神給我們生活中一些規則 次序 我們在幫助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你可以常常幫助他得分 他就學會 哦 原來生活中有這樣的規則 當他學會生活中的規則跟次序以後 他就常常有一種得勝的感覺 你知道嗎 什麼叫得勝的感覺 就不是每一次這事情發生 我又輸了 那個事情發生又輸了 那是因為你的生活中 還沒有一個神幫助你建立的次序 所以保羅勸勉提摩泰 他說我兒啊 他是一種關係的勸勉 如果生活中沒有建立一些 神要你給你的次序跟規則 你很難得勝 你知道為什麼嗎 沒有次序的生活很難得勝 這是保羅對吉摩泰的圈名 第四 球季過去了 我們家裡後院 好像該死都死了 連那個種的不想死都死了 番茄也死了 青菜也死了 雪都死了 南瓜也死了 這瓜瓜都死了 最後還躺在那裡還沒死 我就把它切一半拿來看看 呦 好像還可以吃 因為它葉子全都死光了 所以它的瓜還坐在那個水泥地上 那怎麼辦 那就我看你這還會長嗎 不可能吧 葉子全死光了 你的這個枝桿還在 所以我把切一個來看 呦 好像還不錯 可能足足還可以吃 因為秋季到了對不對 雖然天氣又那麼冷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喜歡種菜 種花 種什麼的 你要最高興的是什麼 因為你種下去的時候 會有看到出手的 有種了有結果出來 這是保羅在勸勉提摩台 生命的眼光不是短暫的 不是短視的 而是有意義的你來種 好讓有真實的收成 在關係裡面是如此 你真實種下去的 我再說了 要想到是恩典 在恩典裡面你真實的種下去 你當時收成出來是一個恩典的關係 跟恩典的結果 你一定會嘗到那出手的 所以這是保羅給提摩台一個盼望 鼓勵他說 當你在跟這個關係進去的時候 不要那麼短視 不要馬上看到什麼事情就怎麼樣 而是你要想到 像農夫重有季節 現在秋天了 天氣這麼涼要讓他休息 對不對 等到讓這個土休息一下 天氣這麼冷 要過了冬天 到了初春的時候開始 所以你陪伴一個人 了解他生命的季節 你有一個盼望 這土地是好的在的 但是現在是不是一個重的季節 還是等他讓他休息的季節 如果你是農夫勞力農夫勤勞的農夫 你會發現還有室內種植 室外都動植沒關係 有很多人在室內種 還有一個卵房 看到一個卵房種了一大堆的 照樣進行 所以你知道嗎 在你學會像一個勤勞的農夫知道一樣 要認識你所要種植的季節是什麼 培養那樣一個過程 培養那樣一個過程 第五 這是保羅圈提摩太說的 當別人說話的時候 他開始教我們那種趣的過程 保羅圈提摩太說 我所說的話你要考慮 因為主力在凡事上給你聰明 這表達了一個恩典的關係 為什麼呢 英文講得很清楚 當別人說話的時候 他讓你有空間跟時間去思考 他沒有強制你說 我現在說的你就給我早的去做 要不然你就完蛋了 他不是這樣講 他是告訴他說我所說的話你要考慮 因為主必在凡事上給你聰明 或讓你有智慧 有認識去瞭解 你要如何去行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陪伴 跟一個恩典的關係當中 神如此常常的給我們提示 讓我們最後回到生活的應用 希望能夠給大家帶比較具體 當我們認識耶穌的恩典 開始體會到祂恩典的時候 其實是讓我們的生命更剛強 再說這世代活的一個方式 不是恩典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有一個剛強的生命 必須認識耶穌基督 在祂的裡面祂給你有恩典 本質 生活 關係上的改變 你的生命實際上會更剛強 因為你會認識到 沒有一樣事情是你生下來帶著來的 也沒有一樣事情是你走的時候可以帶走 是物質的 所有物質的東西 既然你來的時候 沒有任何樣是你自己帶來的 你走的時候也帶不走 這不就是恩典最清楚的一個真理嗎 那一切給你的 其實卻都是白白給你的 你只是暫時擁有 暫時管理 但是有一天這些都不再是你的 那你願不願意學好 怎麼樣在恩典中 來使用管理呢 這就為什麼第二點 學習教導 你真正的學習 如果說我現在學這個 是因為我想要學的怎麼樣去 教別人 分給別人 這學的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那個讀金樂 哇 我看到爆滿了 太好了 大家都來聽 哇 每個人講五分鐘 耶穌的神蹟從四福音書太棒了 太好了 我早就退休了 因為讓大家都可以好好講 好好學 因為你學的目的 是要能夠分給別人 那就不一樣了 我現在想要跟你說了 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 我跟哥哥講 你們都聽完了 對不對 所以最後留五分鐘 我點名 被我點到就上來講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傳道人說的 沒有 你們都聽完了 對不對 所以我最後這個結論 我就點名 請你上來做個結尾 這個時候 如果我一開始就這樣講 一定聽得完全不同 你一開始就說 我開始要記筆記 我想看最後要怎麼做結論 因為你在想著要怎麼樣告訴別人的時候 那帶給你整個樣的歷程不同 這個只是坐在這裡聽我講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跟你說 你有沒有上過CPR 就是 人工呼吸急救對不對 OK 這是最棒的一個課程 如果你有機會去學 CPR 明白吧 人工呼吸急救 萬一有個人不能呼吸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課最棒的是什麼 不是只你上過 而是上完以後 你會知道怎麼樣 幫人家人工急救呼吸 然後 沒有辦法之後口對口 對不對 就是沒有辦法 當然已經不能呼吸了 但是這個要點是說 當你 他教你的時候 你學會 你會用它 甚至你還可以把反術 說出來你要怎麼樣去做 可以搶救一個人的生命 那這個就是 我們在學的過程中 最重要一個過程 對不對 你學了會用 而且你可以教別人 忍受困難 的確 聖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不論在雅各蘇亞 或者在提摩太后蘇下班 講到 越來越一些事情 就是suffering 還有trial 考驗苦難的日子來到 那如果我們有一個心智是說 沒有問題 我學會怎麼面對苦難 我也知道 我可以陪別人怎麼面對苦難 或有人會陪著我走過這個苦難 這樣的一個心智 就幫助你怎麼樣去面對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規則的比賽 你認不認識在你的生活中 有什麼樣 其實生命生活的規則 需要設定 我再說 你要有一個得勝的生活 必須要是有規則的生活 因為神造我們是有規則的 六天工作 第七天休息 這是神給我們身體的規律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按照神給你的一些生活的規律 你會過著想得勝 我今天贏了 贏了什麼 我的時間沒有浪費 我做完了該做的事情 我今天贏了 贏了什麼 我今天感覺真正的很滿足 因為我是誰 沒有經過一天的忙碌辯職 這叫真正的得勝 我是誰 如果你是一位很好的員工 你贏了 因為你認識到做一位好的員工 需要的規則是什麼 你贏了 因為你認識到做一個好的學生 他必須要在學校遵守的規則是什麼 你贏了 因為你是很好的父母 因為你知道怎麼樣 傳承讓孩子知道如何守該守的規則 你是成功的父母 或者說你得勝 收成農福 我們的眼光不要那麼短視 不要想今天丟下去了 我馬上就要看他發芽生長結果 這是教導我們 要有季節的來看我們的殺種 季節現在是不是殺種的時刻 是不是交灌跟運的時刻 現在是不是正在要施匪 陪伴他給他時間空間的時刻 最後這是關鍵 聽 想 明白 你會不會聽 聽了以後會不會去思想 思想以後明白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選擇 你願不願意聽 聽了以後你能不能正確的去想 想了以後 想了以後有沒有清楚的明白 能帶出行動 所以這羅馬書第十二章 第一節跟第二天那裡描述 親愛的弟兄 包括姊妹 為神的慈悲靈禮 勸你 將自己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因為這是神所喜悅的 如此喜 然後神會叫我們 能夠因為這樣一個過程 就能夠心意更新而變化 查驗何為神 善良存全可喜悅的事 從我們的身體開始 你的思想 是有包括你腦部的功能 你的頭腦的運作 所以如果你學會聽 聽得清楚別人真正在說什麼 然後再啟動你去想 然後願神給你智慧在心中明白 這到底是什麼 然後帶出一個回應跟行動 這也是兩個說 這也都真的說得很清楚 我們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 這經驗我會背 但是我們會做嗎 會 我們都是說得很快 可能也比較容易生氣 因為我們沒有聽清楚 我們已經想到很多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耐心停下來 所以等一下當我們一起 在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講到恩典夠用 求神幫助你來看思想 就好像現在看到 這個落葉落下 這是一個休息的季節 可是卻是一個恢復更新的一個季節 讓我們能夠再思 我們希望過一個什麼樣的生活 是恩典的生活 我在說如果你活在恩典的生活中 你會越來越剛強 越來越堅固 在保羅的身上 他紀念 然後他看到提摩泰 他陪提摩泰 堅固他 帶著他 教他 最後傳給他 所以提摩泰 又可以再教另外一個 然後教了這個人 這個人又再教一個人 所以如果主許可 很可能會讓你再 也許再有生之年 看到世代 也許 如果你現在刻意的選擇說 是我要 所以今天當我們在唱詩歌的時候 你願不願成為一個 保羅全民提摩泰 這樣一個過程 就是有意的選擇 我要過一個陪伴別人 能體會恩典生活的人 因為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自己也活在一個恩典的生活裡 然後我自己也因此學會剛強 我自己也學會我所教的 我自己要活出來 我自己也學會了 別人能夠看見 跟我一起來忍受苦難 然後一起得獎賞 一起收歌 然後至終我們學會了聽 我們學會想 學會明白神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身邊就不是 外面是忙沒錯 可是裡面不亂 我們心中明白 我們為什麼要去忙 而不是亂 好不好 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們千萬要 預備敬拜的 愛我們的主耶穌謝謝你 因為在今天的早晨 你再次提醒我 在這個季節裡面 我們需要一起成為像保羅 陪伴帶領情報太一樣 願你讓我們思想 在誰是我們生命中 陪伴我們的人 或許我們 沒有